是不是请主委好了 主委难得过来 主委 谢谢主委 其实我想我今天排这个议程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飞行安全很重要 尤其波兰飞机意外事件 让波兰的总统还有那么多官员都罹难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飞行安全也要重视 那另外刚好有这个法 所以我们要去审查一下 可是我发觉 今天经过讨论我发觉 这个法我们急没有用 你们不急 我们再怎么推也没用 第一个请问一下 你这个委员会叫做 叫做行政院飞行安全委员会 对不对 可是呢 你93年 93年6月2号 你公布一个飞行事故调查法 这法里面呢 第三条 第三条这里面写的 这个为公正调查飞行事故 改善飞行安全 政府映射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 依法独立行使之权 请问一下飞行安全委员会跟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委员指教 我们这个飞行委员会事实上在很多认知上就是调查委员会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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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的问题 对对对对 你这个一个分享你现在是正式的这个行文哦 你是用行政院飞行安全委员会哦 是是是 可是这边是要叫你成立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哦 是我们韩主长把这个历史来来讲一下吧 还要讲历史啊不用讲了啦 不是啊我那一说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是两个没有不同吧 那你为什么不用调查委员会 人家叫你人家叫你要成立这个委员会 是是 那你为什么 对不起我请韩主长 我们在刚开始就设立这个委员会 来请说明一下 是报告委员在我们92年 我们要送这个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经过行政院的审查 本来我们是还是就是说 维持行政院飞行 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 因为那时候希望说加上一个调查 跟跟国际上面比较类似 因为他们都是investigation board 所以我们那时候变成OK调查委员会 但是行政院说未来你们将来是一个独立机关 不应该再灌行政院的名字 所以后来就把这名字变成一个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 但它实质上跟现在的行政院飞行安全委员会 它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说是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是不一样的 你多个调查跟没有调查跟没调查 这两个字 两字还不是一字之差 是两字之差 我们就觉得是非常不同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统一的话 那我再请教一下 刚刚杨委员特别提出来就是组织条例 对不对 你现在是一个黑机关 你组织条例 已经有了吗 是不是 有案子了 我们曾经送过几次 什么叫曾经 曾经是什么样子 是送过几次 但是院都是 送过几次 请问送过几次 送过至少有三次吧 我记得是几次 什么时候送的 来 报告委员 我们92年送过一次 然后93年 好像95年都有各再送过一次 然后就从此就没送了 现在民国几年了 现在民国99年了 对不对 我就说我们急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要很急 说赶快说赶快审查 就发现 你们不急啊 你92年送了 93年 95年就 以后就没送了 现在民国99年 四年了 你四年间 你们也不积极 也没送 然后也不会去游说 这个 你们行政部门 有共识 赶快把这个组织条例 把它弄好 以后就送到立法院来 送到立法院来 你要赶快跟法治委员会的 这些招委讲 赶快审查 你们这些动作都没做嘛 所以你们觉得 当黑机关很好 刚刚这个主委也讲了 说什么今年啊 今年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运安委员会啊 都都都会到台湾来开会 是啊 这个开会是很好 那人家问你 你这飞行安全委员会 你们组织条例通过没有 你们是合法吗 你们是黑机关 哎 丢脸耶 对不对 你一个黑机关还去参加人家 那个那个世界的这种 运安会的会议 你不觉得很丢脸吗 像 主委员报告 我们这几年事实上在 除了组织法在推之外 我们是在推运安会 那刚才 市长也谈了 你不管运安会什么会啦 反正就是你这个组织条例 都没有积极的嘛 你没有积极的 赶快就说你可能有新的版本 你赶快新的版本 然后就给行政院啦 然后请他们赶快核定以后 然后就赶快送到立法院来啊 你们都没有做这些动作嘛 我们六月会送上来 可是我现在六月 是因为我们今天开会了 你讲个六月份 我们不开会 你可能搞到明年六月了 我们本来的时程 不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积极 如果说你是新任主委 我也罢了 你也当了四年的主委啦 对不对 表示说你在这四年中 你们不觉得 一个机关要合法化 是对的事情 所以你们才不积极嘛 我们事实上是遵照委员的指示 我们一定积极来做 谢谢 希望赶快啦 所以今天这个 今天你的法 我看也没办法过 你这切身问名 这跟刚刚他们也讲啦 你这个言不正 你这个名不正 我们言不顺啦 你这个名字 这名都不对 到底是非航安全 还是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也没搞清楚 组织条例也没过 你这名不正 所以叫我们要言要顺了 是顺不起来的 师出无名 所以我们想啊 这个问题在这边了 所以我想希望 赶快你们六月份 就赶快把这个组织条例 赶快送出去 你们说几月开会啊 那个运安会 全世界运安会几位开 下个月的九号到十一号 你看嘛 您那时候还是 还是黑机关去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麻烦 那 那 那个 韩 请回座 那另外的话 我想啊 这个 呃 飞行安全 我们觉得很重要 其实呢 你们在这个 飞行安全里面的这些人 都是对于飞安非常重视的 然后也都是专业的啊 可是我们也知道未来啊 未来的四个飞安世界 会越来越多 第一个 这飞机也越来越多 然后班次也越多 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开飞 有一次不是吗 好像二楼赛斯 跟 跟哪个 哪一班的飞机 两个就是因为 一个高一个低 结果 因为塔台还是 还是谁的错误 两个就 撞 发生在瑞士 是 是 互撞就 就完蛋了 对不对 表示说现在未来啊 天空啊 是要塞车的 是 所以这个塔台的这种 调度啊 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是金属疲劳 我上次看一个 Discovery的一个节目 一个就是 呃 就是美国飞到夏威夷的 那个班机 它金属疲劳 结果飞飞一半 机顶都飞掉了 是 那机顶飞掉后 它包括它的空调都没有了 包括氧气都没有了 因为 因为那个 那个高空嘛 结果那个那个是非常危险 所以这种问题会一直一直发生 所以我是想说你这个飞安啊 呃 这些这些这些审议委员啊 固然啊 就说你们是专业 但是你们要预估一些可能发生的状况 要先提出一些建议 对不对 是 我们都是会有建议 像这个澎湖上空解体 就是朱委员讲的金属疲劳 有裂痕 以后就整个解体了 那个就是中航 还有一次是华航啊 对 这个在澎湖那边 它就中间断下来 对对对 也是金属疲劳 是是金属疲劳 所以这种维修的 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飞机的安全的这种机制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你这个你在空中 你更你能够掌控的这种能力更少 是是是 所以我想我想今天我想今天啊最重要的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希望你这个这个机关赶快能够独立行事赶快法制化 是好 然后请问一下请请你把名字弄清楚 好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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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